那如果說霸凌的話 我會覺得說 你這個飛機裡面 像這個空姐 她在講的這個事情就是說 好像可以把這個飲食 飛機餐加料 其實她這樣子講的時候 姑且不論她講的是 玩笑還是真實性 第一個我覺得 她的處理是錯的 也就是說當這個 你們的內部群組的信件 Line的群組信件 事實上現在所有的Line 都可以作為法律證據了 我們群眾就要知道說 有一些話 玩笑的話 你是不能在群組裡面講的 你怎麼可以這麼信任別人呢 你當別人是知己 玩笑話不能在群組裡面寫 有時候你內心真正嚴肅的話 也不可以寫 我從來不會在群組裡面 罵婆婆就是這樣子 我們都在電視上截圖 對不對 我們怎麼會被截圖呢 對不對 我跳到黃河洗不清 會有很多這樣的情緒